记者陈金瑜新北报道,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今天在脸书宣布请辞投入新北市招选战,对此同党友谊参选的前台北县长周习伟表示终于等到他了,周习伟多次抨击侯友一些行政资源跑选举,双方没有站在平等的竞争基础。 周习伟经受访时回应,觉得很高兴,因为新北市民终于有机会听到友谊参选的国民党候选人报告政策,他也正式邀请侯友谊赶快进行政策发表和辩论。 周习伟今天晚上在新北市新庄出席活动时再度表示,侯友宜宣布参选后,双方可以很负责任的让新北市民了解所有的政见、专业和未来规划的蓝图,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至于外界质疑侯友宜兰皮绿谷,是否真能代表蓝营出征新北? 周习伟则回应,国民党将来一定会团结,但接下来初选有三项事情要做。 第一,是外界不信任民调机构,希望初选民调可以由党中央主办。 第二是希望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初选。 第三个是希望能与侯友宜共同办全国性的电视证件辩论会。 至少两场,周习伟说侯友宜参选后,双方终于可以站在公平的机会,让民众知道参选人有什么样的能力。